要我问你要解药 成为你的侍从 门都没有 南华老先咬了咬牙 他是什么人 成名多年的老怪物 在解读这一行 从来没有人超越过他 一直都是别人的师父 现在 就要屈服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 是宁死也不承认 那就不好意思 聂云双手抱在心前 懒泱泱的看向对方 他虽然想 收眼前这个人做侍从 可是对方不同意 也不会强求 你等着 我一定将你的毒解掉 南华老先呢 终于扼住不住了 不停吐出来的血液 他手腕一翻 取出一个人头大小的药材 万年灵芝 看来这家伙身家不菲啊 看到对方拿出来的东西 聂云感慨一声 对方拿出来的这名药 是一个万年灵芝 但这一株药材的价格 就让人折舌了 即便他现在的身家 也购买不起 这种级别的灵芝 完全可以 一死人 肉白骨 化解一切剧毒 对方恐怕 也是有这种仪仗 才敢提出如此鄙视 不过 他还是小看了 主丹田之气的威力 说白了 主丹田之气 他并不是毒药 而是一种大道 一种超越天道的大道 在聂云身上出现 并没有什么 但是在别人身上要出现 天道的压迫 就会让他受不住 噗噗噗 不吃灵芝还好啊 吃完了 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南华老先是再次掀血筐盆 殿下 南华大声好像 快不行了 多伯王子身后一个侍从 悄悄说了 其实不用他说 多伯王子也看出来 此时他的脸阴沉得 就如同锅底 嘴皮子不停的抽抽 郁闷得快要吐血了 同样吞噬对方的毒药 这个少年 这么快就把毒解了 而自己这边的南华老先 却是不停的吐血 只要不瞎就能看出来 对方获胜了 而他这边输了 前来挑战 只是为了红河灵果 没想到灵果没得到 还杀鱼而归 一旦要是 传回莆天岭 恐怕 那些想要干掉他的人 都会笑掉大牙了 可恶 眼中闪过一道恨迹 看向刘夏长老 和场中的少年 多伯王子眼中满是杀鸡呀 要不是这些家伙他肯定已经把红河灵果拿到手了 那件事也就有着落了 一想起那件事情有着落 让那位高兴了 他这个皇子的身份再高一步 也只是时间问题 王子 再不救南华大人 他恐怕会死啊 不知道王子心中想些什么 刚才说话的侍从 看着场中不停吐血的南华老仙 眼中露出不忍之色了 拳头捏紧了 松开 又捏紧 犹豫片刻 多伯王子这才脸色一变 他笑了起来 红河门果然名不虚传 底蕴身后 冤枯门主 今天的比试 我认输了 他说出认输来了 脸上云淡风轻 没有丝毫不甘和难堪 仿佛比赛输了 根本就不是他一样 难怪能成为王子了 有希望获得普天领的大头 脸皮还真够厚的 聂云一番白眼 刚才来的时候气势汹汹 牛哄哄的 非常厉害 任何人都瞧不上 本以为输了会恼羞成怒 没想到坦然接受了 丝毫看不出不甘来 的确够狠的 认输 多伯王子前来挑战主动认输了 我们居然能赢 这这这这这 牛下长老太厉害了 真没想到 这两个弟子这么强大 看出输赢 和亲耳听到多伯王子承认 完全是两种概念 听他说认输了 所有人的是一阵滑难 本以为这一次红河门 肯定输了 有人现眼了 没想到居然是反败为胜 成功一转 这都他们之前做梦都没想过的 大家互相切磋 有输有赢 王子远道而来 没发挥好也是尝试 不要解怀 听他认输了 原库门主也是满脸笑意 这是灵通脆骨叶一瓶 原库门主请笑纳 多伯王子虽然心中不甘 但知道已经输了 他也不抵赖 手腕一抖 你的玉瓶出现在面前 手指轻轻一弹 笔直向原库门主飞得过去 这个玲珑脆骨叶呀 普天岭特有的东西 珍贵程度比起红河灵果 都丝毫不差 直接拿出来 即便他身为王子身价不菲 也是十分肉疼 多谢王子了 伸手接过脆骨叶 原库门主轻轻一笑 这个灵叶虽然珍贵 但是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太大作用 关键是这脸面 今天赢的这脸面 足可以记住宗门史册了 赌约既然蛮成 我也认输了 门主可否放过我的这位属下 赐欲解药呢 多伯王子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认输了 脸面大碎 他并不是自己找你 而是看到南华老仙承受不住了 想要把他救下来 虽然南华老仙这次是败了 但此人实力不容置疑 是他争夺皇位的一大助力 不容有失 赐欲解药 王子是不是忘了见什么事情了 远窟门主还没说话呢 鄙视场上的聂云冷横一声 哼 多伯王子眼中惊芒一闪 身上散发出浓浓的威亚 我记得 刚才比试之前 我们都加了住 南华老仙亲口答应 解不了毒 做我的侍从吧 王子是不是忘了呢 不理会他的威亚 聂云神色淡然毫不在乎 远窟门主 南华老仙是我的人 刚才那话不过是义气之言 你不会当真吧 根本就不理会长中的少年 多伯王子看向远窟门主 这 远窟门主犹豫了一下 看向刘夏长老 刘夏长老 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吧 到此为止 刘夏长老知道门主心中想些什么 当然这个刘夏长老是个假的 能逼得殿下 这个多伯王子认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在节外生枝的话 肯定啊 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也好 不过门主 之前你答应的东西 能不能先兑换了 刘夏长老说了 对于要不要南华老仙做侍从 聂云兴趣不大 现在已经获胜了 趁机把这红河灵舞啊 要来那才是忙到 不然整着多伯王子离开了 万一反悔的呢 真就哭都来不及了 哈哈 当然算数 红元长老 远窟门主淡淡一笑 转过头来吩咐了一句 是 门主 红元长老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时间不长 手里头拿了一个细长的浴盒 放在了远窟门主的掌心 玉盒包装得非常好 上面是层层封印 任何气息都散发不出来 单从外面看 看不出里面具体有什么东西 圆窟门主 手指轻轻一划 封印解开了 踏了一眼盒中的物品 轻轻一谈 玉盒立刻向留下长老飞了过去 留下长老伸手接过来 也看了一眼盒中的东西 眼睛忍不住一亮 两枚红河灵果平躺在盒中 散发出令人悸动的光运 浑厚的灵气在其中折服 似乎随时都会喷油而出 多谢门主 不过 刚才门主似乎说过 只要获胜 迎来的玲珑翠骨叶 也会一并赐予 不知 把玉盒收好了 留下长老淡淡于笑 之前门主说过 只要有人获胜 不但给两枚红河灵果 获胜的玲珑翠骨叶 也会赐予 好不容易获得胜利 好处自然得拿权了 听到这话 圆窟门主眉头一皱 随即看向一色正在吐血的南华老仙 眼中闪过一道阴沉的味道 看南华老仙现在这副样子 如果不赶快救治 用不了多久 就会吐血身亡 南华老仙对他来说 死不死都无所谓 但是要因此得罪了 多伯王子那就不划算了 毕竟 普天岭这样的庞然大物 红河门 还需要仪仗 一旦要是彻底决裂了 会给整个宗门带来灭顶之灾 这是我答应的 自然作数 这些念头在脑海一闪而过 远窟门主捋了捋胡须 轻轻一笑 手指再次一弹 刚从多伯王子手中得到的玉瓶 也笔直飞了过去 嗖了一下 眨眼功夫来到留下长老跟前 被他伸手给抓住了 现在可以给南华老仙解药了吧 你看条件弹妥了 多伯王子强忍住气闹 他问了一句 眼前的南华老仙多耽误一分 救好的希望就少一分 而且万一中毒要深了 就好也实力大碎 朕就得不偿失了 必须尽快处理 耽误不起 多伯王子不要着急 刚才我只是向门主 要属于我的东西 刚才我和南华老仙的赌月 还没和你细算 留下长老淡淡一笑 丝毫都不着急 你 拳头捏紧 多伯王子差点给气炸了 堂堂王子 在普天岭谁敢不听他的话 做梦都没想到 来到这里 直接吃了这么大的推 我和南华老仙的赌月 是他输了做我的侍从 现在已经输了 留下长老故意把声音给拉长 让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 其实不用他说 刚才这一幕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都知道的确有这样的赌月 不过 我大人有大量 再加上王子不肯割爱 只要王子肯付出一定代价 这个赌月就取消 我也会马上给他解毒 刘下长老笑着说了 说吧 什么代价 知道对方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多伯王子啊 也光棍的很 直接就开口了 只不过眼中满是怨毒 恨不得把眼前这家伙活活给撕了 多伯王子作为普天岭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地位尊崇 想必神识应该有不少吧 一万枚神识 我现在就给他治疗 还保证他一点实力都不损失 刘下长老淡淡说了 一万枚 好大的胃口 别说我只是一个王子 你可以问问 你们门主 他能拿得出来吗 听到他开口的条件 多伯王子差点一口血吐出来 一万枚神识 就算他是王子 也不可能拿得出来 其实不用问门主 刘下长老也知道 他肯定拿不出来 之所以 开这样的口 无非就是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 没有一万枚 五千枚总有吧 五千枚 再加上一瓶 玲珑脆骨叶 刘下长老又说了 五千枚也没有 实话跟你说 我身上只有五百枚 多伯王子一咬牙 五百枚 也可以 不过要两瓶玲珑脆骨叶 外加一件 巅峰黄境神病 刘下长老那是寸步不让 他知道神识这是个稀罕东西 不可能有人一下拿出数千来 故意报个价格 后面还有商量余地 很好 你很好 不扬 给钱 多伯王子牙齿咬得是咯咯作响 纠结了片刻 他以甩手冷横一声 对方要的代价虽然很大 但是南华老仙这样的圆满黄金强者 也值这个价格 大不了以后让他彻底效忠嘛 损失多少让他再赚回来 是 他身后的青年虽然心中也有些不敢 但是王子都答应 他只好啊 一翻手腕 将对方要的东西取了出来 哗啦一下 伸手接过对方送过来的东西 刘下长老看了一眼 满意地点了点头 五百枚神石 足可以让这副傀儡使用很久了 至于玲珑脆骨叶 这种好东西 自然是越多越好 元九把这枚兵器炼化了 把这神石和脆骨叶收下 刘下长老随手啊 就把对方送过来的巅峰黄金身兵 扔给了元九 元九的实力是机枪的 只是没有称手的兵器 也无法发挥出全部力量罢了 现在有了黄金巅峰身兵 先让他炼化 足可以提升不少战斗力 现在可以了吧 朵博王子眼中是恨意流淌 这次来红河门呢 本以为能够大获全胜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做梦都没想到 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可以 刘下长老轻轻一笑 看向场中的聂云 把他身上的毒解了吧 见好就收啊 想要的都到手了 再贪得无厌的话 惹了对方彻底发火 得不偿失啊 是 师父 聂云这真是做足了样子 扁了点头 一纵身来到南华老仙的跟前 五指灵空一抓 刚才进入对方体内的 主丹田之气立刻被抽出来了 呼的一下 丹田之气进入他的体内 可恶 主丹田之气离开身体了 南华老仙顿时送了一口气 看向聂云眼中满是怨毒 他的拳头捏紧 就想动手 不过犹豫了一下 最终呢 他没将力量打出来 不是他不想 而是对方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他生怕 真要动手 对方还会拿出什么厉害的毒药 眼前这小子实力没什么 但是这用毒水平 可真让他恐惧了 你不可能是留下长老的弟子 你到底是谁 南华老仙恶狠狠的 问了 随便拿出一种 让天道都忌惮的毒 而且还轻松解掉 他无法解决的毒药 这种人 怎么安心 做一个红河门长老的弟子呢 我师父是留下长老 你说我是谁 聂云不知道对方在那想什么呢 不过猜也能猜出来 他没有正面回答 哼 你看对方答非所问 南华老仙哼了一声 将气息运转全身 发现再无止哭了 体内剧毒彻底解掉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了多波王子跟前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听到他的话多波王子眉头一皱 看了不远处的留下长老 又看了看场中的聂云 手指一弹一个法宝出现的掌心 这个法宝和镜子类似 手指一转对场中的聂云就照了过去 你要干什么 聂云闪身躲过去了 脸色一沉 虽然不知道他这个法宝是什么 但是一看对方的举止就知道 他不带好意 不干什么 这么年轻就有如此实力和魄力 我实在想不出红河门乃至环女神界 为何会有如此才俊 看到他的脸色多波王子似乎猜出来了 他惊心一笑把玩着手中的法宝 于是我就想 如果他不是环与神界出生的呢 你什么意思 聂云心头一紧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怀疑 你和刚才那个少年都是非生者 多波王子说完这些猛的一抬头 看向台上的圆窟门主 圆窟门主 我怀疑 他是非生者 检查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 当然没有 圆窟门主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说实话 他也有些奇怪 留下长老的名气在宗门 人人都知道 贪财好色 突然收了这样厉害两个弟子 如果弟子没有问题 打死他都不相信 所以 对方既然要检查 他就没有阻止 放肆 我的弟子 你们说检查就检查 留下长老同孔一缩急忙走上前来 留下长老其实也就是聂云的灵魂 他知道现在和聂同二人 虽然能将气息伪装的 和环宇神界土著没什么区别 可是一旦要检查的话 必然要露出马脚 非生者一向被神界土著孤立 万一要被查出来呢 今天这种良好的局面 闹不好会被一下就给推翻 想逃走都难了 怎么 不给查是心虚啊 还是不敢呢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查就查 难道还害怕不成 多伯王子冷笑起来 门主 我和两位弟子刚为红河门赢得荣誉 你难道就让别人如此欺辱 而无动于衷吗 一看对方执意要查 甚至南华老仙几个人 已经是左右围住了 留下长老脸色已沉 他看向中间的门主 现在只能靠他了 只要他说不查 或许呀 还有个转机 否则的话 真要是被查出非生者 闹不好傀儡分身 也会被查出来 到那个时候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留下长老莫慌 既然多伯王子要查 让他查一下也没什么 不是非生者 再查也查不出来 不然咱们红河门 也说不清楚了呀 阳窟门主 似乎心中也有怀疑 他微微一笑看了过来 丝毫不为所动 你 留下长老这个时候 真有些慌了 这是哪儿啊 红河门的老巢啊 没被查出来倒也罢了 一旦要被查出来 别说他现在的势力 就算是达到圆满黄境 和当年的浩原长老一样 他也逃不掉啊 看来必须找机会逃走了 留下长老这个时候 目光闪烁 心中不听思索 现在这种情况 给对方检查 以诚必然 给查出是非生者 再想逃走 那就难了 留下长老 轻者自轻 左者自着 如果你两个弟子 不是非生者 查就查呗 有什么可害怕的 是啊 不过要是非生者 你可就麻烦了 收留非生者 做敌子 肯定会遭到 执法队的逮捕啊 不死也得扒层皮呀 我就奇怪了 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厉害 要是非生者 就说得过去了 咱们红河门 虽然不太忌讳非生者 但是普天领不一样 长老收取非生者为弟子 传出去 遭到执法队惩罚 那是必然的 一看双方闹开了 刚才找各种理由 逃避出战的诸多长老 又一个个纷纷笑起来 眼中满是畅快 刚才所有风光 都被眼前这家伙处理 现在啊 能落井下石呢 是自然最好 不得不说 红河门的门派风气 的确不怎么样 所有人各自为政 就如同一盘散杀 好 查就查 不过 如果查出 我这两个弟子 不是非生者 多伯王子 要不要做出一定的赔偿 将众人的对话 听在耳中 留下长老灵机一动 他不音不扬笑着说了 赔偿 不错 我不管怎么说 都是红河门的长老吧 而且 刚为宗门赢的荣誉 属于功臣 功臣不保护到也罢了 还要质疑的检查 这样做 无论 对我还是对 红河门 都是巨大的侮辱 这样侮辱我 就等于侮辱 红河门 要是查不出来 你是不是应该 多给一些赔偿 弥补我的损失呢 留下长老说着 眼中满是笑意 这样吧 我的赌注也不多 和刚才一样 再给五百神石 一件 黄径巅峰神兵 和两瓶 玲珑翠骨叶 如果我输了 我给你相应的东西 你输了 给我 既然都无法逃避了 那就以退为进 将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后再想办法逃走 要不然 什么都由别人说了算 想逃走 都会变成不可能了 听到这话 多伯王子没说话 眼睛不停闪烁 向不远处的 留下长老看了过来 这个留下长老 从刚才开始 一直是半猪吃老虎 自己本以为会获胜 结果呢 被摆了一刀 谁知这一次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前面是故意装的 义愤填硬 然后把赌约拿出来 一旦要查不出来呢 赔偿倒是小事丢人 可真是丢大了 之前南华老仙 不就是被这样暗算的吗 以为少年不是对手 答应对方赌约了 结果呢 被狠狠宰了一笔 殿下 这家伙狡狡猾不要答应 看到对方自信的面容 站在一侧的南华老仙心脏呢 不知道为什么 猛的一抽 他联盟 对多伯王子 传言说了 想到这些 再听到南华老仙的话 多伯王子 脸色一阵清一阵后 打辱 他不怕 也不怕输 关键是丢不起人 因为已经输了一次了 又给南华老仙赔了物资 再输一次 姑就再抬不起头来了 哈哈哈哈 你弟子是不是肥生者 远窟门主肯定会戏场 我一个外人就不介入了 多伯王子反应也快 生怕中了对方的奸进 很快就适应过来 他一甩手 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反正他已经把话说了 远窟门主肯定会戏场 到那个时候 这个得罪自己的刘夏长老 肯定也得不到好处 远窟门主 我还是想跟你做个交易 购买你一枚红河灵果 不去纠缠刘夏长老 多伯王子淡淡一下 再次恢复了王子的优雅 忌妒 转身看向不远处的 原窟门主 看来他对红河灵果还没死心 比试失败了 打算购买 红河灵果 是我红河门数百年才结一枚的故事 虽然珍败无比 但是修为达到王子这种地步 应该已经用不上 何必耿耿于怀呢 这件事情不光原窟门主奇怪 其他人也都疑惑 普天领 神界九大势力之一 而且还是排名极其靠前的 红河门 与之相比天上地下 两者不可同日而遇 这种势力当中的王子 想要什么东西得不到我 为何偏偏对这个红河灵果 是情有独钟的 红河灵果 虽然厉害 但是修为达到 黄境巅峰也没什么用了吧 在下要红河灵果 并非本人使用 而是牵扯一位地级枪者 还希望门主能够出售一枚给我 在下感激不尽 多拨王子一抱全说了 地级枪枪者 远古门主和红元长老对望一眼 全都从各自眼中 看出了浓浓的震惊 真牵扯到地级枪枪者 事情就难办了 要知道 整个红河门 也就一位开派老祖 是地级的 现在 具体去了哪 没有人知道 要是真是一位地级枪枪枪者 需要红河灵果 你别说要一个 要光整个宗门的库存 那也得给呀 他们倒是不怀疑多拨王子会说谎 堂堂一位王子 如果不是为了地级枪枪者的事情 不可能这么伤心 即便被打脸了 也没转身离去 还想要继续求国师 很明显 红河灵果的重要性 已经超越了他的尊严 不错 如果不是如此 在下也不可能 出此下策了 多拨王子说了 既然 一位地级枪枪枪枪 我们红河门也就不矫情了 王子也不需要购买 这没果实 就算我们红河门赠送给你的 只希望能将消息转达 原国门主首长这么一抖 一个玉盒出现 搜了一下 向着多拨王子飞了过去 伸手接过来了 看清里面的灵果了 多拨王子的脸色一下变得十分古怪 他奶奶的 早知道说出大地强者需要 这么简单 直接就开口完了 何必花费这么多周折呢 当然 心中这样想了一下 随即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是这样 随便一个人过来说 大地强者需要就给 红河邻国早就消耗干净了 没了 之所以对方会给 很明显 是自己刚才笔试书了 对方想要补偿一下 生怕得罪一个不能得罪的怪物 多谢门主慷慨 感激不尽 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在下 在下一步中辞 一看对方不收钱 就把红河邻国送给他了 多拨王子知道对方啊 这是在示好呢 当即也明白该怎么做 一抱悬 朗神说了 客气了 远古门主满意的点了点头 告辞 得到想要的东西了 多拨王子不再停留了 他身体一晃 一招手带着南华老仙 几个人向外飞去 片刻功夫 就离开了红河门的老巢 离开之前 南华老仙再次看向聂云几个人 眼中充满了怨毒 王子 今天难道就这样了 飞出了红河门 众人停下来 站在空中看着远处悬浮在红河上的 巨大纵门 眼神冰冷 不这样还能怎么样 难道 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 多拨王子冷吭一声 可是说话的人一阵犹豫 南华 不理会这个人 多拨王子转过头来看向南华老仙 属下在 南华上前一抱拳 红河邻果到手了 我要准备一件药材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多拨王子眼中闪过一道杀意 最好是将他们师徒三个人的脑袋 还有从我手里拿去的东西 一件不少的给我带回来 听到这些命令的所有人都知道 王子心中早就有定案了 这几个人是死人了 只是刚才啊 隐忍没说罢了 放心吧 王子 让我丢了这么大的仇 我南华老仙 会将所有厉害的毒 全部用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生不如死 后会活在这个世上 南华老仙牙齿咬得是咯咯作响 拳头都捏紧 堂堂环宇神界都闻名的用毒大师 被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用毒当面给击败 尊严尽丧 他心中的恨啊 早就和江水难以清洗了 想要彻底化解仇恨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让给他造成伤害的人全部死亡 不要办杂了 办杂了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 多伯王子交代一声一甩手 身体一晃 带着剩下的人转身向远处飞去 时间不长 消失在眼前 留下张老 还有你的两个弟子 我从今天开始就在这里守着 不信你们永远不离开红河门 王子离开了 南华老仙松开了捏紧的拳头 看向不远处悬浮的宗门 他是冷冷一笑啊 眼中寒芒闪烁 和对方的仇恨这是不够带天了 他选择了守住带头 只要时间够 不信这三个人他还不出来了 多伯王子离开了 巨仙阁再次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聂云几个人身上 不光他们解决了多伯王子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 他们呢 却很想知道 留下长老这两个弟子是不是非圣者 留下长老 你有什么可说的 如果说不出来 就只好得罪了 对你这两位弟子检查一下了 得到圆湖门主的示意 红元长老站起身来 他灵通走了过来 他的手里头 有一个和镜子一样的法宝 熠熠生归 闪烁出温润的光芒 看来多伯王子 临走之前 留下的种子发芽了 他们 也开始出现了 怀疑 难道 红河门就这样对待功臣的 难怪 整个宗门 如同一盘散沙 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要检查了 留下长老脸色一沉 也怪不得红河门没有凝聚 这翻脸翻的比翻书都快 自己为宗门赢得了荣誉 不使劲的褒奖道也罢了 直接审查 变脸未免变得太快了 得罪了 如果正名长老的两位弟子 不是非生者 宗门会立刻给你道歉 如果是非生者 那不好意思 我们也要遵循八大实力的约定 红元长老说了 神界九大势力八大土生土长的皇族 都对非生者有极大的意见 红河门 不过就是一个小宗门而已 还没有胆量包容留下来的非生者 原来如此 那就不好意思了 一看对方执意要动手 留下长老知道 一旦给对方查出来 再想逃走就难了 一声冷横身体一动笔直向天 就冲了出去 想走 留下了 一看他的动作 红元长老手掌这么一身猛的就抓了过去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众人就知道了 眼前这位红元长老 已经达到了圆满黄镜级别 圆满如意的介遇力量 就像是稳定的求劳 让人无法逃脱 瘦 就在红元长老的首长 即将抓到留下长老和他几位弟子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冷喝空中的几个人顿时消失了 能容人的空间神器 他的众人突然消失了 红元长老愣了 他这才明白众人肯定是谁 把这些人藏到容人的空间容器里面去 这种可容纳人的空间神器 并不是没有 而是很多 不过能将所有的人都给藏起来 让他肉眼看不到 第一次见到 不过他可是堂堂的黄镜圆满枪者 对方的空间容器再强也难不住他 我出来吧 双眼释放金光 整个人像是一头烈石的英雄 左右看了一圈 突然手指 向一个方向就弹了过去 嗡 空间是一阵扭曲波动啊 一个人影扑的一口鲜血就喷出来 从虚无缥缈处掉下来 落在地上 正是留下长老第三个厨厂的弟子 聂云 可恶 掉在地上了 聂云脸色一沉 刚才 他将众人全都收进了纳乎世界 自己呀 也钻进去 本以为对方难以找到 结果 失败 纳乎世界虽然隐蔽 和神界接触的地方啊 还是有空间波动存在 眼前这位红元长老身为圆满黄镜强者 对空间已经是了解极深 哪有可能找不到呢 就这一下 就破开了中间的联系 将身为主人的他从纳乌世界里给针出来 如果要不出来 恐怕整个纳乌世界呀 都会被对方活活给震碎 钝 人一落在地上 聂云知道 再进入纳乌世界 也没什么意义了 身体一晃 地形失天赋运转 身体像是融化的流水 坠入地面 必须尽快想办法逃走 要不然 被抓住了想走都难拿 顿地数 厉害 不过你也太小瞧我黄镜圆满强者的实力了 红元长老是一声冷坑啊 五指张开了 他猛的一抓 咔嚓一下 刚刚钻入地面的聂云 立刻感到 原本如同流水的地面 瞬间就变成了冰块 一股强大的排斥力啊 推着他的身体 扶了上来 怎么会这么强 聂云都瞳孔一速了 黄镜圆满实在是太可怕了 对方将戒狱 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对空间的掌握 也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随便就这一下 就能破坏他 看起来很厉害的手段了 呼的一下 不出意外 被地面排挤了 他再次出现在 聚仙阁的地面上 根本就逃不掉 你可恶 心中暗骂 此时啊 也来不及考虑了 脚掌在地上一塌 身体一晃 笔直向外窜去 明火久变 也顾不上了 这会儿就暴露了 现在先逃 再说吧 搜的一下 速度抖然增加了几倍 聂云变成了一团炽热火焰 眨眼功夫从众人面前消失 像是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好坏的速度 红元长老显然也是一愣 不过脸上啊 随即露出冷觉来 可惜呀 你的实力太低了 要说黄境巅峰 或许还能逃脱 黄境巅峰 还差的太多了 站在原地没动 也没见他有太多动作 但是手掌啊 却像是穿透了无尽的屏障 来到不知多远的一样 空间一阵扭曲 正在前行灯夜云 身上火焰立刻消失 被禁锢在一个笼子般的气泡里 宛如一个琥珀 你 挣扎了一下 聂云脸色难堪 对方已经将周围的空间彻底禁锢 别说他现在的势力 就算是把圆九给放出来 一样无法破坏 不用挣扎了 让我看看你是不是飞升者 冷冷一笑 红元长老手指一动 掌心的镜子飞得过来 光芒啊 把这聂云笼罩在内 一道耀眼的光芒 闪过镜子 发出和战鼓一般的声音 果然是飞升者 看到光芒和声音的再傻的人也知道啊 眼前这个少年的身份了 飞升者 留下长老居然收飞升者为弟子 确定了聂云的身份 红元长老看向门主 远古门主犹豫了一下 直接开口了 通知执法队 慢着 知道 一旦要通知了执法队 落到这群畜生手里 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啊 聂云连忙喊了一句 怎么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远古门主 神色淡然看了过来 我 刚才啊 情急 只是为了阻止对方通知执法队 现在一问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正在犹豫呢 心中一道亮光闪过 皮娘 大不了意思 先躲过这次再说 想到这 双手一背 脸上再无之前紧张的状态 反而露出了一道冷意 如同高高在上的君王 看着不听话 看着不听话的臣子 我让你快点放了我 不要给 想想 想想吧 刚才连南华老仙都无法解决的剧毒啊 剧毒 一看聂云如此的态度 再想到之前 让南华老仙都无法对抗的毒性 巨仙阁的诸多长老 全都变了脸色 齐刷刷 向后退去 你用毒虽然厉害 但是实力太低了 现在被我封锁在空间里 人都出不来 就算有厉害的毒 又有什么用呢 和众人的惊讶不一样 红元长老 对自己的实力十分幸福 直到由他封锁的空间 眼前的少年 即便用毒的手法再抢 也无法突破的 用毒 如果对你们用毒 你们现在早就死了 放开我 将我锁在空间里 你知不知道 会为这样鲁莽的举动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念云冷笑一声 付出代价 红元长老和原库门主 对望一眼 都从各自的眼里头 看出了迷惑 眼前这家伙都被抓了 怎么还有如此大的自信 难道 真有什么倚仗 哼 你们难道真的觉得 刚才多伯王子 是来要红河邻国的吗 见他迷惑 涅云 固步一阵 少在这里故弄玄虚了 多伯王子的目的 刚才已经说明 就算你巧舌如黄也没用 见门主不说话 红元长老 冷笑一声 是吗 他说大地需要 红河邻国 黄敬圆满强者 都用不上邻国 你觉得地级强者 会用这个吗 而且 如果真想用 用得着他说话 一个传讯 恐怕你们 也要乖乖送过去吧 不理会他的话 聂云说了 这 红元长老愣 虽然说 猜出对方可能是胡说的 但他却不知道 如何反驳 对方说的是实话 地级强者 已经是超越天道了 实力通天 红河邻国 就算再特殊 也不过是普通之物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 谁要这个呀 就算想要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自己几个人 肯定是不敢违背 乖乖地 给人家送过去 罗伯王子之前说的话 这样推敲的话 的确有些站不住脚啊 那你说 他是为了什么来的 金钟有些不相信 红元长老 还是问出来 听他这样说 知道已经上钩了 聂云松了一口气 实话告诉你们 也无妨 他是为了我而来 聂云淡淡说了 什么 为了你 红元长老和原库门主 对望 其他长老 你都眨不眼睛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了 堂堂堂王子 为了一个非生者而来 你开什么过激玩笑 不错 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太多人知道 还是将声音屏蔽吧 念云也没有动态 冷横一声说了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能说出什么样的理由 远湖门主 犹豫一下手掌一花 他们就和聚仙阁上的 长老分割开来 下方的人 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了 不是他们好骗 而是上位者多疑 远湖门主 虽然是红河门的门主 却也知道 整个神界 还是有很多人 他无法得罪 知道了敬畏 自然想要知道 对方到底 什么来头 如果来头简单 又怎么可能随手 拿出南华老仙 都无法解决的剧毒呢 让波波王子 这样的强者都杀于而归呢 这种力量 想必两位都认识吧 这二人听话了 叶云手指一探 一道力量出现在掌心 这道力量就如同漩涡 这道掌心不停地旋转 冒出一种撕裂空间的感觉 虽然和之前刘恩统领施展出的力量 有些相似 却是比前者强大实在太多了 两者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 吞噬之力 普天领最精准的血脉 袁国门主瞳孔一锁眼中满是不敢相信 这是普天大帝特有的力量 这种吞噬力 只有血脉最精准的人才能拥有啊 孔元长老也咽了一口唾沫 他看向聂云眼中露出了惊骇之意 似乎想到了什么触摸到了什么不可以知道的秘密 全身颤抖 从心底生出浓浓的恐慌 不错 我就是普天大帝一直寻找的这位皇子 多伯王子 已经觉察了我的存在 所以才以红河邻国为借口 聂云脸色一沉 普天领皇子之间的争斗 想必你们也不想介入吧 被对方抓住 一旦要送到执法队坏了 你想逃走的就难了 聂云现在只能是扯虎皮了 反正对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啊 既然治妖将军几个人都认不出来 冒充一下这位不知名的皇子 想必他们也看不出来 果然 冒险一赌 他真就给他赌对了 看到他底内释放的精纯的吞噬之力 袁窟门主和红元长老 都再无怀疑 不是他们杀 而是环宇神界讲究血脉传承 如此精纯的吞噬之力 只有普天大帝至勤血脉才能拥有 其他人不可能存在 我们 袁湖门主和红元长老陈末了 普天岭 这种大势力 是红河门仰望的 皇子之间争斗 牵扯是极大的 稍微弄错一点 整个宗门恐怕都会位置覆灭 你应该知道 多伯王子虽然现在是普天皇朝第一位 顺位者 但是他始终只是普天大帝的义子 不是亲身骨肉 而我是他流亡在外的唯一的儿子 如果我回讯 他的位置肯定不保 不知道从哪里知道 我在这里的消息 这才大费周折 来到这里 一看对方相信了聂云 也就不再顾忌 信口胡走啊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我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他赤裸裸的杀意吗 只要杀了我 皇位就是他的 而且 万一被普天大帝查出来 也可以推到你们红河门的身上 到时候 你们就要承受普天大帝的怒火了 大帝什么样的人物 你们应该知道吧 就算你们红河老祖回来 应该也抵挡不住啊 我们圆湖门主脸色发白 身体都不由颤抖起来 不由他不害怕 对方说得极有可能 眼前这位如果真的要是那位皇子 而且死在这 所有罪名都会用红河门来承担 而这种罪责 是他乃至整个宗门都无法承受的 普天大帝 那可是整个环宇神界都排名前五的超强人物 真想动手 对方一个意念就完成了 连人都不用过来 这是我和多波王子之间的争斗 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赶快把我放开 让我离开这里 否则 多波王子一次没有伤到我 肯定还会有下一次 将来你们也不希望我在这里出事吧 你看这两个人上钩了 聂云神色朗然 语气当中带着浓浓的威胁 聂云也没有办法 被对方给抓住了 肯定那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只能是信口开河 让对方有所忌惮 反正吹牛这玩意儿 他也不上睡 他们想查也查不出来 他说的话 有几分可及 聂云的话音结束了 原库门主 红元长老 并没有选择相信他 而是互相对望 意念交流 修炼到黄境圆满了 都是不知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 不可能轻易相信别人 一分 原库门主说了 只有一分 那就不关了 通知执法队过来 虽然不知道 门主 所说的一分 来由在哪 但是 红元长老 对门主 十分信服 既然他说一分 那肯定 不会多了 执法队 就不用通知了 虽然说 只有一分 但是 我们也赌不起呀 原库门主 阻止了他的动作 目光带着深邃 是赌不起呀 红元长老 又停住脚步了 一脸苦笑 门主说的对 就算眼前此人说的 九成都是假话 只有一分是真的 他们也赌不起 不是不相信自己 而是对方 刚刚施展的吞噬之力 实在是太精纯了 精纯的 连他们都看不出破绽来 看不出来 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些力量 是真的 对方就算不是那位 传说中失踪的皇子 也肯定和普天大地 有着浓重的血缘关系 否则 不可能有如此精纯的力量 所以 哪怕对方说的是假的 他也读不清 红河域 不过就是九州 十地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地方 和普天岭 这种占据一州的大势力 完全没有颗力性 对方 明面上 大地强者 至少五位以上 而且 各个在实力 都在红河老祖之上 你说如何战斗吧 那怎么办哪 红元长老看过来 他地位虽然在诸多长老中 排行第一 真正决策 还需要门主点头 先看利弊 远古门主 缓缓说了 首先 这位少年 为我们红河门 赢得了荣誉 有功 其次 就算讲其送给执法队 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反而 以执法队 这种贪婪的性子 闹不好 还要再勒索一些我们 而且 他既然能施展出 如此精纯的吞噬之力 是非生者的可能性不大 刚才的检验 肯定有什么秘密在内 只是 他不愿意说罢了 再者 不管是不是王子之间的争斗 这都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 还是 将他放了吧 嗯 我也正有此意 红元长老爷点头 门主分析的事情 他刚才也想到了 身为神界的一分子 并不是所有事情 他们都能 随心所欲 就决定的 眼前这位 真要死在他们手里 麻烦肯定 会很大 而蒋奇放走 不但责任效 闹不好 还会让眼前这个人 感恩 一旦此人掌握 普天林 双方有了这道桥梁 肯定能让 红河门 飞跃发展 二人有了决定 红元长老手掌一画 他封锁的智库 就被化解了 让皇子殿下受惊了 为了赔罪 在下会让人 马上准备宴行 还请殿下 不要拒绝 红元长老 笑着说了 就算不确定 对方是不是皇子 但既然人已经放了 请他吃个饭 也没什么 宴席就不用了 我藏身在这 被多伯发现 他肯定会再次前来 还是就此告辞吧 心底下可算松了口气 聂云呢 拒绝了他 摆了摆手 他可不知道二人刚才的谈话 生怕待的时间长 一旦要穿帮再想走 走不了了 反正红河邻国已经到手了 抓紧时间想办法练话 这才是王道 这既然皇子坚持 我们就不挽留了 请 红元长老一招手 多谢 一看对方确实不阻拦了 聂云强忍住激动 他的身体一纵笔直 向外窜去 片刻 消失在众人眼前 对方让走了 赶紧抓紧时间走吧 不然一旦要反悔 再想走 来不及了 他虽然从我们这里出去了 但是 外面并不太平 一看聂云的身影 消失在视野 袁库门主轻轻一笑 门主的意思是 多伯王子有可能守在外面 布下陷阱 等他入翁了 红元长老可不上 他立刻就明白过来 不错 我已经发现刚才那位南华老仙 守在外面了 袁库门主点了点头 那 门主既然知道 为何不提醒一下 红元长老感到奇怪 人都放 很显然这是在示好 既然如此 为何不提醒对方一下呀 让他好有个提前准备呀 想争夺破天岭的皇位 没有这点见识 不知道危险 肯定不能脱颖而出的 要真不知道 肯定 斗不过多伯王子 与其提醒得罪后者 为何要说呢 知道危险 说与不说都一样 为何要说呢 总之 他们王子见的争斗 咱们还是少畅可为好 不然不管谁赢了 对咱们红河门来说 都会非常麻烦 袁库门主说了 哎 门主说得是啊 红元长老连忙点头了 直到此时他才明白 他和门主的实力是相仿的 为什么 对方是门主 他就只是个长老 看事情的角度 不一样 处理事情的自然 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位多伯王子 牙子必报 今天让他吃了这么大的亏 弄不好 会守在外面 等我出去 你看 远枯门主 都能想到 聂云自然 早已经料到 他虽然没有前者那种实力 却是能够将事情猜出来了 红河门 悬浮在空中 地形师天赋 肯定不能用了 眉头皱起来 聂云思索方案 红河门在空中悬浮 想从地下神不知 鬼不觉地逃走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只要离开 就必须费心 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伪装成其他样子 对方既然守着 肯定不会让人随意出入 无论什么模样 对方必然都会仔细探查 对方既然决定守住带兔了 无论出来什么人 都会仔细探查 这样做 就算是红河门强势 只要没伤人 也肯定不敢说什么 自己伪装能力虽然强 但是想要瞒过一位圆满王静 他还是没有太大的自信 藏在这些水中 能不能行呢 连续思索了好几个方案 都发现不太可行 这个时候眼睛落在红河门 前面这两股巨大的水牛上 突然就冒出一个想法来 不能飞 不能伪装 我藏在这道水里面 直接钻入河底 这应该很难被发现吧 红河水 呈现红色 门前的这两道 更是浓郁 再加上水雾缭绕 周围满是彩虹 藏在这里面 的确不容易被人发现 伪装 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 聂云也没犹豫 身体一动 整个人的皮肤 立刻变成了线红色 和眼前的河水一模一样 不分彼此 你要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看不出来 走 身体一晃 钻进河水之中 提气轻声 借助水流的推力 是缓缓向下 飞掠而去 轰隆隆一声响 片刻功夫 就赶到眼前 一阵艳空 人已经坠入河水之中了 好 眼中光芒一闪 聂云整个人 像是变成了 一条灵动的鱿鱼 笔直向河流 深处游了过去 之前在寻找 浩元长老一记的时候 他的降水式天赋 就更加灵活了 此时啊 人在水中 更加顺畅如意 很快就来到了河底 整个红河是鲜红无比 河底流淌着一些红色的泥沙 一些巨大的鱼虾唱流其中 带着勃勃生机 贴着泥沙 聂云顺流而下 一口气游到了数百公里 这才身体一动游上来 呼 飞身上岸身体一阵 一团火焰从体内涌了出来 把身上的水 完全给烘干了 没想到啊 竟然如此顺利 衣服干爽了 聂云松了一口气 他眼睛亮了 从水下逃了数百公里 相信对方肯定啊 猜想不出来 伪装一下再说 虽然认为对方追不上 还是得小心为好 伪装之气一动 聂云伪装成另外一副模样 就算不一定能骗过对方 至少啊 能让他们一眼看不出来 伪装完毕了聂云正想前行 重新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突然听到身后空气剧烈的暴命 一个人影突兀 出现在头上 伪装得很好啊 我都差点被你给骗了 头上的人影一声冷笑 谁呀 南华老仙 他怎么追上来的 急忙抬头一看 瞳孔不由一所呀 刚才还以为 已经逃脱对方的追捕了 做梦都没想到 这家伙能一下子出现的面前 自己隐藏的很好啊 怎么可能被发现呢 他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而且又追过来的呢 数百公里的距离 对方应该很难察觉 逃 心中感到奇怪 但他也知道 这要落在对方手里头肯定比落到执法队手里更惨 当即什么话都不说 身体仿佛一下变成了一道水流 融入地面 消失不见 这是地形石天赋 这里不是红河门的空中楼阁 地形石天赋 尽管不能逃脱 却也能躲避一尸 被我抓住 如果再让你走掉 我南华老仙 也就不用活了 一声冷笑 南华老仙大手一抓 捏云脚下的地面 立刻变得和岩石一般坚硬 起 灵虹这么一抬 地面就被他手掌给掀起来 就如同啊 被抬起的 一个巨大的石头 可恶 这家伙居然比红河长老还要厉害 被包裹在石头里的聂云 感受到对方如此强大的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这家伙的实力恐怕 比起红沿长老还要可怕 根本不是他现在的实力 就能够对抗 一咬牙 身体凭空 从原底消失 随即 一个老者突兀出现 青灰色的拐杖 轻轻这么一阵 笔直向眼前的南华老仙 劈了过去 留下长老傀儡 他知道本尊现在的实力 无论如何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直接就把傀儡给取出来 哗啦一下 粗大的拐杖化作一道幻影 垂直从空中下落 困住他的岩石 在拐杖一阵之下 碎成粉末 这句傀儡不管怎么说 都是黄境巅峰势力 全力施展 就算胜不过南华老仙 抵挡他几秒 倒是完全可以的 不自量力 南华老仙冷笑一声啊 也不取兵器 光滑的手指向前一点 哗啦一下 拐杖带来的巨大攻击 就停下来 像是陷入了泥潭 再也无法动弹 就在南华老仙 挡住聂云兵器的时候 哼声响了起来 相迎闪烁 一道寒芒 突兀出现在他的咽喉前面 袁九出手 袁九已经把这一兵 巅峰神兵给炼化 兵器在手 战斗力大增 虽然距离 圆满黄境还有一段距离 至少比此时的刘夏长老 要强大的多 妖宠小技 南华老仙看都不看这道枪影 随手一批 一到气墙瞬间就出现了面前 锋利的枪影虽然厉害 却始终无法穿透 黄境圆满和黄境巅峰 尽管只是差了一个级别 却是天地之差 两者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就在南华老仙和袁九 留下长老战斗的时候 一团火焰突兀出现 笔直向前窜了过去 眨眼功夫消失在众人眼前 知道肯定不是对方的对手 念云桃了 不是他不顾忌袁九几个人 因为他知道对方的目标是自己 与其留在这里拖后腿 还不如直接就离开 明火九遍达到第五遍的速度 那是飞快运转 念云整个人像是一团炽热的火焰 锁道之处都是一片焦黑 黄境圆满强者实在是太强大 根本不是他现在的实力就能够抗衡 抓紧时间逃走这才是王道 一路前行 数十个呼吸就逃出了数百公里 附近已经没了城镇了 一座巍峨的山脉出现了跟前 这样逃走肯定逃不过 先藏起来再说 一看眼前碧绿一片 到处都是岩石藤蔓 念云知道啊 与其继续逃走 还不如想办法找地方藏着 身体一动 钻入底下 整个人的气息像是和大地融合的一起 再也不分彼此 刚刚藏好 一个冷横在天空响起来 刚才被圆九 还有傀儡阻挡住的身体 再次出现 两大黄径巅峰 虽然能够挡住对方 时间呢 却也不会太长 藏起来 是个好办法 不过你以为这种简单的伪装 能逃得了圆满黄径的眼睛吗 太天真了 冷冷一笑 空中的南华老仙手掌 凌空抓了下来 轰隆隆一声响 大地再次发出一阵红蜜 藏在地下的聂云 只感到全身一紧 被一股力量又提起来 你 怎么可能发现得了 聂云脸色一沉 没想到 隐藏得这么好 还被对方发现 难道黄径圆满强者 真的有这么可怕 逃不掉 也藏不了 圆满黄径 他只接出了两个 红元长老和眼前这位南华老仙 无论哪一个 都让他生出浓浓的无力之感 之前 在红河门 红元长老出手 他是费尽所有力量 所有招数 都无法逃脱 被禁锢在空间 最后 只能用小蛇如黄 把对方给骗过了 同样的计策 用在红河门 对方会有所忌惮 用在南华老仙身上 就不行了 这家伙 可是多波王子 忠实的走狗啊 一旦说出自己 是皇子的身份 坏 对方肯定会毫不犹豫 就出手 这是没办法的事 王子坚的争斗 远比想象的更加可怕 不行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 落到这家伙手里 都没有好果子吃 必须逃走 明白这些 聂云精神一动 纳武世界的空间之力 散移开来 以此为俏吧 轻轻一点 眼前的空间瞬间就破碎了 哗啦一声 空间碎裂 聂云立刻赶到对方 抓在自己身上的力量 被切断了 整个人向下坠落 走 眼睛一眯 眼前一道光芒闪过 织女缩被他记了出来 身体一晃 钻入其中轰一下 这一支黄静巅峰神兵 化作一道直线 破通而去 黄静巅峰的飞行神兵 没想到手段还不少 不过 想从我手里逃走 哪有这么容易 被他阻断力量 南华老仙呢 微微有些意外 不过随即他是满脸猙獰 脚步一划数百公里的距离 在他脚下消失了 一只大手 灵通向织女缩 就抓了过来 织女缩的级别虽然很高 但是聂云的修为太低了 即便是全力催动 也只能发挥百分之几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圆满黄镜 下去吧 来到织女缩跟前的手掌 轻轻这么一抖 轰隆隆一声响 聂云还没反应过来 一股力量从外面就渗透进来 胸口像是被大石击中了 脸色一红 一口鲜血的是破口而出 对方虽然攻击的是织女缩 但是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他即便藏在内部 依旧受到了攻击了 搜了一下 他手上 织女缩失去控制 从空中跌落下来 一头就撞在了山脉上 碎石蹦践 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来 瘦 挣扎着钻出来 手掌一抓 和飞行的 织女缩给收入了体内 织女缩也无法逃走 看来 要栽在这儿 哼 你倒是逃啊 越逃 我抓到就会越兴奋 南华老仙剑他的动作 并没有再次出手 而是眼中满是残忍的快感 似乎眼前这个小人 已经成了他的小老鼠 想要看看临死前的挣扎 我不逃了 反正也逃不掉 只想临死之前 知道一些事情 我从红河门出来的时候 伪装得很好 你是怎么发现的 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聂云也不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他停了下来 疑惑的问了 奇怪吗 既然你要死 说给你听 也没什么 你的确是伪装得很好 按照正常道理 我无法发现 不过 你太小看我的手段了 我能戒百毒 得到现在的成就 并非眼力厉害 也不是天赋多高 而是拥有人 所难以企及的鼻子 和你比是戒毒 我知道 你身上的气息 别说只离开 红河门数百里 哪怕再远 也能找得到 南华老仙冷冷一笑 他对自己的手段 很有自信 知道眼前这个人 根本就逃不掉 所以啊 也毫无顾忌的解释了 鼻子 聂云愣了 这才明白过来 对方拥有如此天赋 难怪无法逃走 他的伪装能力 虽然很强 但还是会时不时 散发出 专属他个人气息 这种气息虚无缥缈 你看也看不到 很多人都发现不了 没想到 能被这家伙 秀出来 不过也难怪呀 能以独入道 获得个今天的成就 如果说他只是普通人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谁都不会相信 看来我被你抓得不冤 既然如此 你动手吧 聂云摇了摇头 无法逃走了 也无法反抗了 就算他不想认命 也没办法了 动手 差点将我毒死 你觉得 我会这么容易杀你吗 我要让你尝遍天下最厉害的毒 并且 帮我一样一样的配置出解药来 南华老仙 面容猙獰可怖 手掌一动 聂云立刻像是被一根绳索给禁锢 被他抓了起来 先尝尝 我这浑霄断肠散的味道 把聂云给抓起来 手掌一弹 一道白色粉末 立刻就落在了聂云脸上 透过皮肤和毛孔 渗入了体内 剧毒入体 聂云顿时赶到头上 冷汗冒出来 剧烈的疼痛是直刺神经 感觉肠子真的要断 浑霄断肠散 是我专门配置的毒药 能够磨灭人的魂魄 并且腐蚀内脏 让人一天三消魂三断肠 承受世间最剧烈的疼痛 不过 中了这种毒 短时间内并不会死 哪怕你只有王靖势力 那也死不了 一看少年身体起了反应的 南华老仙黑黑一笑 眼中露出浓浓的残忍之一 他折损了自己这么大的面子 现在给他抓住这个少年 怎么可能轻易把他放过 他一生干什么的 钻研剧毒 对毒药了解极深 既然给他抓住对方了 自然要拿他来试毒 否则难解他心头之痕 你 你 聂云头上冷汗瞬间冒出来 整个人不停的哆嗦 脸色变得煞白无名 看他这样子 想要说话 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怎么样 这种毒过瘾吧 我三岁的时候 全家都被人杀死了 那个仇人并没有杀我 而是将我收养了 我知道 在修为上要胜过它 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 但是用毒就不一样了 花费了十年功夫 研制了这种毒药 给他服用 剧烈的疼痛 整整折磨了七七四十九天 他实在承受不住了 才自杀儿子 当年我才十七岁 南瓜老仙脸色猙獰 满是复仇的快感 似乎聂云的疼痛 能让他满足一种 别样的阴暗心理 我不行了 你好狠的手段 聂云似乎听不到 他自恋的话语了 脸色由发白变得幽黑 全身不停颤抖 随即抽搐起来 身体一晃 倒下去 能花老仙眉头一皱 不要跟我耍花样 这种毒不会让你死的 不是混淆断肠粉的原因 之前你给我下的毒 我只是暂时压制的 很没解 之所以古神医人冒险 离开洪河门 是来寻找解药的 聂云不停的挣扎 声音越来越低 似乎随时都会断气 之前的毒没解 不可能 那个毒厉害无比 没解的话 不可能逃这么远才发作 南华老仙冷冷一皱 不用装了 这些手段 都是老子玩剩下的 想用这些迷惑我 死了这条心吧 他可不相信眼前的少年 身上的毒没解 怀疑现在的动作是故意的 之前 只是暂时压制 我和你一样 拥有特殊体质 再厉害的毒 都能短时间内容拿下来 不过时间一长 再也坚持不住了 我不求你给我解药 只求你马上 带我去山的后面 我自己想办法解冻 聂云脸色惨白 似乎在强行坚持 憋 继续憋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南华老仙再次冷笑 对于少年的话 他一个字都不相信 你是黄静圆满 我不过是黄静 能玩出什么花样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 我之所以 拥有短时压制剧毒的能力 是因为一个秘密 一个能解万毒的秘密 只要你尽快带我过去 我就告诉你不认 我一死这个秘密 你永远都不知道 聂云遥遥遇坠了 身体的骨架似乎已经 支撑不住身躯的重量 随时都会躺在地上 长眠不起 秘密 南华老仙并没有动态 他依旧冷笑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 我修为不过黄静 怎么可能跨清 你都化解不了的剧毒 聂云继续说着 每说一句话 他都不停的气喘 哼 南华老仙这次并未反驳 不用说 他也在这一直奇怪 这家伙无论修为 还是对毒的了解 都比他差的太多 为什么呀 他能够化解 他都化解不了的毒呢 甚至还能找来超越天道的力量 无论从哪一点 都让人觉得奇怪 也正因为如此 将对方抓住 没直接斩杀 目的就是想从他的嘴里头 套出这些事情的秘密 可以想象 如果凭借他现在的势力学会 闹跑就能一举重点 直接突破智库 达到那个梦寐以求的境界 我本是山里的猎狐 十岁的时候去山里玩 不小心之下 被多尾青蛇 咬了一下 当时浑身发痒 就在我承受不住的时候 追逐一个青灰色的神坛 本以为活命休矣 谁知时间不长 有无数小鱼游了过来 这些小鱼 来到我中毒的地方 不停地吞噬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感到全身舒服 身上的剧毒 依然化解了 这对方不说话 你也云继续说了 鱼能解多尾青蛇蛇的毒 多尾青蛇蛇是山林中 让人弹指色变的神兽 体内剧毒 即便是黄镜强者被咬中 都很难活下 眼前这小子 说他十岁的时候 肯定他连王镜都没打到 这种情况下 中的剧毒必死无疑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这些小鱼到底是什么都懂 怎么可能解毒呢 难道 你说的小鱼长得什么模样 南华老仙眼中光芒闪烁 不知想些什么 哎 每一条都有小手指 差不多大小 一身金色的鳞线 哦 头上还有一条黑线 我当时很害怕 感受到身上没毒 就逃走了 后来村子里的一个人也中了毒 无法治疗 眼见要死了 想起那次遭遇 便把人带了过去 很快他身上不毒 也被解了 见对方追问呢 聂云继续说了 后来 我试验了几次 我知道这些小鱼拥有解毒的能力 就躁躁地抓了几条 回家顿着吃 时间长了 身体也就有了抗毒性 不信 不信 你可以继续在我身上试图 出现了另外一种毒粉 呼 毒粉呢 全部向聂云的面门就扑过来 片刻之后 他就撒下了不下七八种剧毒 这些剧毒 都是他亲手配置 普通黄庆强者要沾上 都要全身溃烂 承受不了一两个呼吸 不过这毒粉撒了接近 斩茶工夫 眼前的少年还是原来的模样 皮肤没有溃烂 身体呢 也没有任何异样 难道 是真的 看到这种情况了 南华老先眉头皱起来 之前他对这家伙说的话 一句都不信 可是现在 他有点动摇了 刚才撒出去的毒粉 即便是他 力量被禁锢的情况之下 也抵挡不住 对方的不但挡住了 屁事没有 难道这家伙体内 真有非常厉害的抗体 我不信 你还想骗我 南华老先手掌一动 一道气劲 从指甲就射出来 滑在了聂云的手臂上 咋一下 一滴鲜血 落了下来 轻轻一抓 把这血液拿在手心 随手 撒下一连串的毒粉 如果我眼前这家伙真和说的一样 拥有抗毒性 血液肯定和常人不一样 毒液无法伤害 呼的一下 这毒粉落入血液了 后者是一道气流 涌动着 毒粉当中的毒性呢 就被彻底化解干净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居然是真的 南华老先一辈子都喝毒打交道 一眼就看出刚才撒出来的毒粉 已经被手中的这滴血液给化解了 再次一终 又有几种毒粉 撒入其中 和之前一样 这些毒粉都很快被化解了 他的血液真是不怕剧毒 难道书上记载的剧毒鲜鱼是真的 如果能抓住这些鱼吞噬掉 肯定能进击先天毒体 到时候冲击大盗 也不是不可能 一看手中的这滴血液 能够化解剧毒 南华老先再无值钱 无所谓的模样 他一脸兴奋 神界的传说 世界创世之时 曾诞生过一些先天生命 这种生命一出生 就掌控着一种人人向往的大盗 剧毒鲜鱼正是其中一种 据说这种神兽 先天就掌握剧毒一道 以吞噬剧毒为生 无论多么厉害的毒 在他们眼中都和食物差不多 无法伤害到疯猴 当年他曾经多次寻找过这个东西 花费了不少时间 一直没找到 觉得这东西 就是子虚乌有 不是真的 此时听对方说这么多 又亲眼看到他血液的神奇 心中的这道意念 再难遏止了 感谢您的观众